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卿 你也相信我吗 东卿 你们是谁 杀你的人 就凭你们 怎么可能 一起杀 一个毛头小的还能把你放场 说 谁指示你们的 不说吗 很好 就永远闭嘴吧 再问你们一次 是谁指示你们来杀我的 老子们可不是下大的 杀了他 不知死活 这道有股熟悉的气息 这是那群人的标志 他们还有个孩子 送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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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原来你躲在这儿 别过来 当年就是他们灭了我们林家一门 如今又出现了 看来是时候未云珠了 爸 妈 我回来了 十五年前的血债 如今也该让那些人偿还了 我一定会查出墓口真凶 为你们报仇 少爷 何管家 何管家 我不在的这几年 是你照看着我们林家的墓碑 是吗 少爷 当年要不是你父亲的话 我和宗韩早被人打死在街头了 那时候 我家到中落 欠了一大笔钱 还不上钱 那就拿命来偿吧 他欠你们多少钱 我来还 以后你就去我家里帮工吧 至于你的儿子 人挺机灵的 我身边正好缺个助手 可以说 可以说 那天夜里要是没有你父亲 就没有如今的我 以及何家 父亲就是这么一个 爱打抱不平的性格 对了 少爷 既然你已经回云州了 我 就赶紧跟若欣 把婚事办了吧 若欣 等你我不辞而别 他一定生我气了吧 嗯 我明天就去找他 喂 你 干什么的 这可是高档别墅区 你怎么看都不看就闯 我找何宗韩 嗯 你是何先生的什么人 我是他的女婿 哈哈哈 你可真会吹牛 何小姐会嫁给你这种车都没有的穷小子啊 你说谁穷小子 啊哈 你说谁穷小子 啊 你在这儿等我 哎呦 再多说一个字 想欠了你的舌头喂野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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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进 啊 哎呦 啊 哇 那我来帮行 小姐 啊 那我去回处了 啊 是不是 你来到什么 想娶我女儿 做梦 小姐 你一个人在外面喝醉了 可是很危险的 是啊 让我们送你回家吧 你们给我滚开点 别看我喝醉了 就以为我 好 好欺负 小姐 别抱 我们都是好人 滚 Yes 一群憋散 敢惹你姑奶奶 我去死 没事吧 流氓 你放开他 不是吧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竟敢当街调戏一个醉酒的弱女子 我调戏他 嘿 态度还挺嚣张的 信不信我报警把你抓起来 哎 其实 小姐 告诉你了和那几个帅哥喝完去车上等我 你怎么 我没有 抱抱 正好看看警察来了 抓谁 你可别后悔 看你穿的人模人样的 竟然是个流氓 是他救了我 啊 小姐 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没给我机会啊 哎呀 那怎么办 我需要道歉吗 快开始了 还不快去 好吧 对不起先生 是我误会你 啊 小姐 这种冷酷又无情的样子 真是戳我 小姐一喝醉又开始发病了 哎 爸 喂 爸 怎么了 什么 相亲 爸 追我的人都排到龙州去了 我才不要委屈求全 嫁给那些满脸皱纹的糟老头子 什么糟老头子 是你爷爷给你介绍的对象 反正你见了就知道了 小姐 老板 给你介绍对象了 嗯 灵异 怎么了 小姐 嗯 总觉得 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快看 那就是黑鸭们缺战的地方 传闻黑鸭奇距 黑鸭之天 真是气派呀 今晚来了好无穷鸣缩缩的人物呢 你这一趟真是没白来呀 你爷爷 黑鸭是什么 黑鸭组织是我们国家神秘的特务小组 咱们负责处理道上棘手的问题 只得每个成员都深居一层 有的人就会可以改变样貌的意义 有的人则可以像昆仆一样 上天入地 深入海底 好 爷爷 那我长大了一定要加入黑鸭 给我爸妈报仇 好 爷爷信你 标准小技 别敢大放解词 先看看我这招你接得住吗 不知死活 就这 看来这小辈也是独有其表 我敢用肉身去撞首领的六千雷洞 菜子多烈 这是 这是 不 不 不 这不可能 这是 不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的腹脏 怎么会这么坏 啊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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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输 你输了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你输了 是死女人的首领 父亲 我现在是黑鸭的首领了 很快 我就可以为你们报仇了 首领 什么事情 外面有一个女人找你 女人 小姐 我们都在这吹了半个小时的风了 那个叫林一的 怎么还没出现啊 是谁找我 是你 是你 你 你就是林一 你不是昨天在酒吧门口那个刘 那个热心肠的先生 我记得你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乔依兰 是星云集团总裁的千金 星云集团 原来你是乔天青的女儿 你认识我吧 算是吧 我刚刚从国外回来 我爹就给我发了个地址 他让我过来找你 找我 找你相亲 相亲 林一 我挺喜欢你的 我们结婚吧 乔小姐 我们不过才见两次 说过的话 也不超过十句 你就这么确定 我是你能相伴一生的人 确定 小姐 这么多人呢 你矜持一点 这有什么可矜持的 喜欢 就要大声说出来嘛 小小姐 请你自重 我不漂亮吗 身材不好吗 你敢说 对我没有一点动心 对不起 我有未婚妻了 什么 五年前 我已经定下了婚约 如今五年之期已到 我不久之后 就该和她结婚 乔小姐的真性情 确实会让人喜欢 不过 师姐你听 师姐你听 她在夸我呢 小姐 你是听不出 她在给你发好人卡吗 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夸我呢 乔小姐 感情这件事得有个先来后到 抱歉 喂 你个穷小子 我家小姐都是被人排着对追 谁给你的勇气拒绝的 怎么 我就一定要娶你家小姐不成 你什么意思 哎呀 好了 时雪 不要说了 既然林毅你有婚约在先 那就再见了 你手上怎么会有这个印记 你 你是 小哑巴 你不记得我了 是你 十八 十九 二十 哈哈 爷爷 我来抓你了 爷爷 要是抓到你了 可别忘了答应我的棒棒糖哦 了 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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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 嗨 哦 抓住了 哎 爷爷 你怎么变小了 嗯 你是谁 别走啊 哇哦,你手上的印记好特别 一只鱼 我叫乔依兰,你叫什么 你头顶还有头发,怎么也来这儿了 哦,我知道了,你是个哑巴 我以后就叫你小哑巴了 我不是哑巴 那你告诉我,你叫什么 哎,怎么又不说话了 哎,哎,别走啊,等等我 小哑巴,离离我吗,小哑巴 我们果然有缘 可惜无分 石雪 是,小姐 这张名片我希望你能收下 这不妥吧 你就拿着嘛 这么客气干嘛 我乔依兰,永远是你的 追求者 我们走 追求者 真是有趣的女人 这就是黑鸭组织的远州分部 站住 你,干什么的 我是来找田景宏的 找田总 你有预言吗 今天黑鸭首领历临 无关人事不得入内 去告诉田景宏 黑鸭之主已至 速来迎接 你 就你一副穷三药 也敢自称黑鸭首领 实相的赶紧滚 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真是活得不耐烦呢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是感觉到一瞬间 我好像要死了一样 怎么样 我有资格进去了吗 来了 在下田景宏 代表云州全员 恭迎首领大人 立临云州 无需多礼 属下已经得知 大人要前往何家提亲 所以特意 乔小姐 我建议你 还是找个医生看看病 别耽误了病情 林逸 你才有病呢 哎呀 小姐 你看看这林逸 太没有礼貌了 算了 我自有办法对付她 伯父 伯母 五年前 我不辞而别 如今我回来 正式履行婚约了 出自当门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这钻石 是假的吧 林逸 你林家都没了 就你 现在这副 穷酸的模样 能买得起 伊克拉 钻石戒指吗 我们若新 现在可是 云州 第一明星女总裁 你 也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了 伯母 这条项链 是我的一个朋友 特地从国外 带回来的 据说项链的 上一任主人 是北国的 女皇陛下 女皇陛下 你说的那条项链 我去北国的时候 倒是见过一次 不过嘛 是在人家的 国家博物馆里 展览 你可真会吹牛 林逸 你糊弄谁呢 云州大饭店的 田景红 认识吗 这条项链 就是他送我的 小子 田老板可是 云州小当当的人物 他怎么可能会把 慈等宝物送给你 笑死我了 他不是傻子吗 我就说吧 他怎么可能送得出 这么贵重的礼物 端上来 叶阿姨请看 这是价值千万的 沉思者面具 是意大利著名设计师 最新的作品 这是我向何家 提亲的见面礼 不知道 合不合适 阿姨的心意 哈哈哈哈 喜欢 喜欢 那位大师可是出了名的脾气古怪 潘公子 你既然能说服他把这两枚面具 卖给你 潘公子真不愧是云州第一青年才俊呢 也只有你 才有资格娶我们家若新 有些废物 如果有点自知之明 就别丢人现眼了 你还处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赶快滚出去 林医 你聋了吗 阿姨叫你滚呢 若新 你也想要我走吗 我 等等 潘公子 你的一片心意 我们心领了 但是 若新和林家的婚约 当初是白纸黑色写下来的 何况林家当年对我们何家有恩 现在我们要毁约 恐怕对若新名声不好 不过 这得看若新的意思 够了 何宗涵 你难道忍心看着若新 嫁给这么一个没钱没事的废物 一辈子过苦日子吗 我 若新的公司正在上市关键阶段 只有和潘公子在一起 还有未来 您放心 很快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这是 这是 这是星云集团云州分部总裁张云耀的名片 星云集团 就是那个横跨术国的超级大财团 不错 张总虽然只是云州分部总裁 但实力足以碾压云州所有家族 我已经跟张总约好了 明天他也会出席若新公司的股东大会 并且 现场注资三千万 什么 哎呀傻丫头 能搭上星云集团 咱们以后还不得要风得风 要雨有雨呀 潘公子真是我们和家的大恩人呐 潘公子 谢谢你 哼 区区一个地区的负责人 居然值得你们这么激动 小子 你好大的胆 你居然敢把张总的名片撕了 嗯 你这疯子 星云可是云州最大的企业集团 哼 何若新 只要你敢开口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星云集团董事长乔天青 让他给你注资三个亿 哎呀 林毅 你别开玩笑了 你能认识乔天青 哈哈哈哈 还三个亿 大话谁不会说 我能说给你注资三十亿 你信吗 哼 是吗 那就好好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我到底认不认识乔天青 你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哈哈哈哈 林毅 你可真会打自己的脸呀 哈哈哈哈 啊 潘公子见笑了 这个废物能有什么人卖 咱何家 还得靠您 奇怪啊 乔天青之前还死皮赖脸的要和我联姻 现在连电话都不敢接 难道 他出事了 林毅啊 做人还是要脚踏实的一点 比较好啊 哼 我就知道你这个废物 没什么本事 还敢撕潘公子的名片 还不赶紧给潘公子道歉 道歉 他也配 林毅 你够了 虽然我们从小就认识感情颇深 但你今天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们之间的婚约 先暂时别提了 你赶紧走 何若新 你给我挡着 明天见到那三个亿 你别后悔 若新 没错 拽了这废物 跟着我才会有前途 哈哈哈哈 嗯 哈哈哈哈 阿雷 派人去趟星云集团 查一查乔天青是不是出事了 是 嗯 怎么了大帅哥 跟你未婚妻吵架啦 你是在我身上安了追踪器 怎么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了 嗯 听口气 你心情不好啊 这样吧 我请你喝咖啡 好不好 喝咖啡可以 但是 你得帮我忙 哎 我们小姐好心安慰你 你还得寸进尺了 哎 这要不是违法犯罪的事情 我都可以的 以星云集团的名义 给我准备三个亿的资金 啊 嗯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情 时雪 把支票本给我拿过来 啊 小姐 你要不再考虑 哦 是 小姐 呢 你要的三亿资金 多谢了 小小姐 我欠你的人情 需要帮忙的话 直接来找我 就你 你什么身份啊 还能帮我们小姐 好了 时雪 你现在赶紧去定下 咖啡馆的位置 哎 知道了 我要跟林毅约会了 太好了 和氏集团发展的真猛啊 居然又开始融资了 可不是 听说今天请了不少云州有头有脸的集团来捧场 感谢各位 来参加我和氏集团的股东大会 这五年来 正是因为各位的鼎力支持 我和氏集团才能有今天的辉煌 今天 我和氏集团向云州各大家族 做最后一次公开融资 还望各位多做支持 何小姐 何小姐 能够和你这位美女总裁合作是我的荣幸 我们张家 出三百万 我出八百万 何小姐 今晚可否赏脸一起吃个饭 各位 何小姐今日的晚宴 你们怕是抢不到了 我代表星云集团张云耀 张总 宣布向何氏公司 注资三千万 真是三千万 注资三千万 不愧是星云集团 这真要是有星云集团张总支持 那何氏集团可就一飞冲天了 没错 多亏了潘公子的帮忙 何氏集团得到张总的垂青 待会儿张总就会到现场 怎么回事 为您这么吵 何小姐 何氏的投资会 我怎么能不来呢 毕竟我还没注资呢 谁呀 这么高调 林毅 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来了 这可是何氏的投资会 什么阿猫阿狗都要放下来吗 还不赶紧把他赶出去 哼 我看谁敢动我 我为什么不能来 今天我来是为了 向何氏集团注资三个亿 你怕不是拿了个假支票吧 林毅 今天是我公司上市的大好日子 你别太过分了 支票就在这儿 是真是假啊 你们要不要用你们的狗眼 再仔细看看 行云集团注资源总裁 求一篮 行云集团董事长保外千金的签字 难道这支票 是真的 行云集团全球公司 张总到 张总到了 签名 能让我瞧瞧 当然 张总 您可算来了 张总 何若欺的伪婚夫 不知道从哪搞到一张 乔大小姐亲笔签名的支票 好大的担子 竟然敢伪造大小姐的亲笔签名 简直岂有此理 竟然敢撕这张支票 我一年见大小姐都不超过两次 你能拿到亲笔签名的支票 你骗傻子吧 连张总都说这张支票是假的 林毅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 你可打我 你说谁有眼无珠 小伊兰都得跟在我屁股后面献殷勤 这群废物倒还对我多般羞辱 可笑至极 林毅 你竟敢诋毁乔乔大小姐 现在 立刻跪下向我磕头认错 否则 偷博自负 要是我不跪呢 得罪了张总 我公司上市就完蛋了 林毅 你发什么疯 还不快给张总道歉 何若欣 在你眼里 我就这么差劲吗 觉得 我不可能号令星云集团的大小姐吗 够了 我绝不容忍你再三让我们何家丢脸 今天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 我何若欣 向林毅退婚 青云退婚了 谁让那林毅得罪了张总 林毅和星云集团之间 肯定选后车呀 从现在起 你不再是我的未婚夫 请你出去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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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 何若欣 真的没想到 五年时间 你会变成这样 怎么回事 放弃了什么 星云集团 全球执行总裁 乔依兰到 乔依兰 公民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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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星云集团 星云集团 星云分部 张云药 滚开 资票 资票谁撕的 大小姐 就是这小子 他冒充你的签名 哦 你胆子不小啊 还敢伪造我的支票 支票不是你给我的吗 小小姐 他不光冒充你签名 还说您整天向他献殷勤 天呐 我堂堂星云集团总裁 被你这么造谣 你该当何罪 大小姐 我认识道上的人 我替你收拾他 这下有好气看了 这个灵异 还真是自寻死路 小依兰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能想怎么样 我可是一听到你被为难了 就立刻赶过来 替你解围了呀 一点都不感谢我 还凶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管 你要把我哄开心 乔依兰 你不是想嫁给我吗 今天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向我求婚 什么 他让乔大小姐跟他求婚 林毅 你怕是傻了吧 来 赶紧把这个满口胡言的家伙 给我赶出去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大 大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毅 你娶我好不好 什么 林毅 你娶我 好不好吗 哎呀 林毅 你还犹豫什么 好 我答应你 慢着 乔小姐 我不明白 你身为星云集团的千金大小姐 为什么要嫁给林毅这么一个废物 我嫁给谁 还要经过你的允许吗 不敢 林毅是我选的男人 他穷也好 富也罢 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 何若新 你为了三千万 和我退婚 是我们的感情于无误 从今往后 我们再无关系 哦 忘了告诉你 那三个亿 是我看在林毅的面子上才给你的 既然你敢让林毅当中难堪 现在 就跟着三亿说再见吧 啊 乔小姐 若新 这 这怎么能测资 你赶紧给乔小姐道歉啊 道歉有什么用 都是林毅 她仗着乔小姐的权势故意报复 你住嘴 你当中把婚约给退掉了 怎么还怪起林毅来了 林家虽说是落魄了 但人家对我们有恩 你怎么可以做是这么绝呀 哎呀 乔小姐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请你住口 何家三番五次地羞辱我未婚夫 你还希望我继续投资你们 有这钱 我还不如去做慈善 未婚夫 是 林毅 就是我未婚夫 什么 若新 立刻给林毅道歉 要我跟一个靠女人的废物道歉 我绝不 住口 明明是我家毁婚在先 你不去道歉 难道我去道歉 快道歉 爸 我没错 赶紧道歉 快点 对不起 你之前侮辱林毅的时候 嗓门不是挺响亮的吗 大声点 不然 我让你何家 明天早上就从云州 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毅 对不起 行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林毅啊 你看 误会也解除了 那个 能不能求乔小姐 别撤投资 够了 你还没脑够吗 机会 我给过你们何家 只和若新选择了攀岳 要投资 找攀岳去吧 是吧 何若新 等对了乔大小姐 现在要投资她的公司 岂不是找此 何小姐 我们攀岳最近有些困难 投资的事以后再说吧 何小姐 我们公司最近拿不出什么钱 先不投资了 我 我也先不投了 那个 我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 你们 哎呀 林毅 求求你再跟乔小姐说说吧 米兰 我们走 林毅 你站住 今天的这一切 都是你故意的 对不对 松开 何若新 放开她 这一切 都是你咎由自取 何若新 你到底有完没完 你 你敢打我 我们走 别以为你放上乔小姐就了不起了 今天就这么对我 有朝一日 我一定会加倍抱她回来 何管家 少爷 总和如打了电话 我真没想到 若新那个丫头 竟然会当众和你退婚 何管家 感情的事情 不能勉强的 既然若新不希望和我结婚 我会尊重她的想法 况且我已经和别人订婚了 她是个很好的女孩 下次我介绍你们认识 我明白了 少爷 若新这傻孩子 现在何家嫁到中落 她一直想重振家族 心急 一看走眼 被盘越的三千万迷了眼 这也不能怪她 倒是那个一蓝 她都快把何家做成什么样子了 何管家 其实这次的事 我也让何家难堪了 所以 看在你为林家守末多年的份上 我会出手帮助何家度过危机 不过 也是最后一次了 太好了 多谢少爷 保重 下次再见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按照您的吩咐 我联系了 宁乐集团的袁先生 这是他给何家 价值十亿的合作协议 我知道了 先下去吧 是 何若新 你我最后的交集 就用这十亿 彻底结束吧 林毅 今天约我出来吃饭 你就不怕你那位 星云集团的大小姐吃醋啊 哼 还是说 你已经被对方给踹了 也对 你这种档次的男人 人家乔大小姐玩几天 也就腻了 何若新 你想象力可真够丰富的 前几天股东大会 是我失礼了 这份合作协议 当做给你的补偿 补偿 这些花招 偏偏小女孩还可以 现在对我来说 没用 我和潘月已经正式交往了 以后 他自会帮助我何事 不需要你再来加星星的 好吧 看来这宁乐集团 十亿的投资项目 你是看不上了 十个亿 十个亿 真的是宁乐集团 那个文明全球的互联网公司 他 林一 你怎么做到的 宁乐的袁先生 是我朋友 开什么玩笑 袁先生这样的大人物 会成为你的朋友 这合同 该不会是 是偷来的吧 何若新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袁先生 常年受黑鸭组织的庇护 他帮忙 是应该的 你 你说什么 你和黑鸭组织有关 对 准确地来说 我是 何若新 等你半个多小时了 聊什么那么久 林一 何若新 原来你是为了来见他 你听我解释 林一 他说他和黑鸭组织有关 还 还送了一份宁乐集团的合同协议给我 何若新 你胡说什么呢 今天吃错药了吧 是真的 是宁乐集团十一的合同协议 你看 还有袁先生的签名 何若新 你怎么这么好聘 这协议一看就是假的呀 假的 怎么可能 这签名乱七八糟的 一看就是模仿着签的 而且 连公司的张都没有 算什么合同协议 啊 林一 你在骗我 呵呵 若新 你上次在投资会上 和他当众解除婚约 让他丢了脸面 现在你们何家风头大不如前 他是在落井下石 趁机报复你呢 林一 你太过分了 哼 林一 你拿分假合同骗我 就是为了报复我退婚吗 骗你 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我还办不着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 那我就让袁俊德 亲自来告诉你们 这合同 到底是真是假吧 袁俊德 你在搞什么 让你准备一份协议 结果你弄得这么潦草 十分钟内 到迪乡餐厅找我 是 老大 刚才那是谁啊 怎么敢那么跟你说话的 那是黑鸭组织的新任首领 林一 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 带我去迪乡西餐厅 立刻 是 袁先生出了点差错 他马上过来了 林一 你还真是眼伤瘾了吗 韩月 你还是这么蠢 撕碎了合同 迎乐集团 你惹得起吗 不就一张假合同吗 我怕什么 我告诉你 现在何若欣是我的女人 你休想伤害她半分 别太自作多情了 我只是受人所托 给何家一份富贵 袁俊德马上就来了 你们爱信不信 林一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继续演戏 韩月 我们走 何若欣 这可是你们何家最后的经验 你确定连这几分钟 都不愿意等等吗 等什么等 那你找个演员 还继续骗我 等我等 你还闷了点 衰货 宁愿相信 潘月的鬼话 也不愿相信 这十亿的合同 是真的 林先生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袁总 想要请动 你这尊大佛 可真不容易啊 您说笑了 我送给您的协议 有什么问题吗 你还有脸问我 为什么合同没有开张 你是故意的 还是对黑鸭组织不满呢 能为林先生办事 是在下三圣有幸 我怎么敢有 其他的想法啊 那你为什么 办这种低级的错误 我 对不起 我女儿乐乐 昨晚在医院抢救 我一时慌乱 才把合同的事情 给输过了 请您原谅 乐乐 她发生什么事了 甘癌晚期 医生说 只有这几天时间了 我已经把她 牵回家里了 乐乐 对不起 我语气重了 不知道乐乐 发生了这样的事 林先生 您不必道歉 在下实在是受不起啊 别这么说 我和乐乐 从小就认识 在我心里 一直把她当做亲妹妹 林先生 眼下 我只有一事相求 不知道您能不能 破例答应我 请说 乐乐小时候 最喜欢听你弹琴了 一直很喜欢 你不在的这些年底 她一直都很想念你 所以 你能不能见她最后一面 好 这个心愿 我一定会满足她 乐乐 你快看 谁来看你了 乐乐 林毅哥哥 谢谢你 林毅哥哥 我还以为 我这辈子 再也没有机会 见到你了 不许说不吉利的话 乐乐 小时候 小时候 你不是最喜欢听我弹琴了吗 我弹琴给你听 好不好 好 我巧 我开闹闹 你忽然而生 我 很可怕 我 不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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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你能做回从前那个 阳光开朗的礼仪 不要让自己背负太多 我都那么累 好吗 好 我答应你 林依哥哥 我乐乐 我想休息了 乐乐 林依 演会都快开始了 你怎么还没来 对不起 我有些事情耽误了 马上就来 那就是星云集团的千金了吧 果然是个大美人 跟在他身边那个就是他的未婚夫林依了吧 何若曦也来了 看来今晚有好戏看了 哼 还真是冤家路窄呀 何小姐 哼 啊 云州首富 田井红道 你看过这儿什么信是有半人给我 不 е枚 van 你钱是回头 准确енко 你看到了 Pass sees 说 乃 可以 乔天青下落不明 而且 乔家现在被立案调查 乔乔姐 你的资产已经全部被冻结了 啊 什么 啊 星云内部节内乱了 而且乔家还被调查了 这也太魔幻了吧 林毅 你快送我去机场 我要回家 一兰 你先别急 乔乔姐 别冲动 你父亲最后的交代 是让你好好待在云州 他说黑鸭组织的人 很快会来保护你 黑鸭组织 是什么 在外 肯定不太清楚 黑鸭组织是我们国家 神秘的特务小组 这黑鸭组织 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尽管如此 我不能任由我父亲 在外面不管 等等 一兰 你现在是乔家 唯一继承人 现在是星云集团内乱 你回去的话 会有危险 可是 可是 可是我的家人生死未卜 不行 我得走 乔小姐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晚风 各位 自我介绍一下 本人星云集团新任董事长 看来这星云集团要变天了呀 这晚的剧情也太精彩了 哈哈哈哈 这次我来云州 一是要处理乔家的孽障 二是还要收三个门徒 你们谁有兴趣 风封上现在可是星云的董事长 谁要当他的门徒 可是千头无量啊 那不是要风得风啊 管总 我是星云集团总经理张云耀 我愿意 还请关总提吧 那你先学几声狗叫我听听 关总要我学 那我就学 我 我 我 好狗 从今天起 你就当总部的做总 谢谢关少 关总 我可以为你在云州打点一切 当狗做牛都行 我玩腻狗了 我要鸡 哥哥哥 哥哥哥 少你一张忧逸的支票 谢谢关总 还想当狗的 有没有人 你 过来 我看你挺漂亮的 要是学狗爬给我看看 我给你武艺 神经病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追风 把他给我抓过来 追风 把他给我抓过来 动了 关风 你一个小小副总 谁给你的胆子冒充董事长 你敢打我们关少 兄弟们 给他点颜色看看 住手 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小小姐 你要认得这枚戒指吧 这是 我星银集团董事长的象征 没错 我已获得董事会八名成员的投票 你别忘了 我父亲也是董事之一 他用你绝对的一票 否决权 就算你联合其他董事 但没了乔家那一票 你也无法成功上位 住口 你个狗眼看人听的贱人 我为星银勤勤恳恳工作这么多年 你还是看不上我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无情了 你对我的家人做了什么 除了你爸跑掉之外 你妈 你奶奶 还有其他人 都已经下去见阎王爷了 不可能 我家聘请了一支专业的安保团队 你们 你说那群废物啊 他们早就被我丢进绞肉街了 不仅如此 但凡是姓裘的 哪怕连你家的狗 我也没放过 不 你在骗我 现在 只要你乖乖把星银集团 转赠协议给签了 我还可以考虑留你一条命 哎 畜生 我要杀了你 哎 这 啊 啊 都给我上 今晚我要你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有我在 谁敢动它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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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总 这小子有古怪 哪来的废物 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 我是他未婚夫 也是你惹不起的人 放眼整个云州 除了黑鸭组织的首领 就没有我官方惹不起的人 是吗 你们给我赏他几巴掌 让我看看他的嘴有多硬 是 住手 我看谁敢动林先生 我官方还不仅治不了你们几个 天堂有路你偏不走 地狱无门非要闯 是吧 你们还傻站着干什么 给我收拾他 放开官先生 是枪 杀人了 杀人了 快逃啊 小姐 快 你们躲到我身后来 不自量力 快逃 你 你是 埃克斯计划的超能者 你倒是比你的废物种子聪明多了 滚少 此言不好对付 快走 你 一群废物 今天 她必须把命留下 我必须把命留下 放死 我说 真是不知死活 脱花闲事里人 那你跟她一起死吧 放死 让我快走 在这里 中心里的女人 后心里的女人 就一直往上给我 黑鴨组织在此 谁敢造死 你是黑鴨 黑鴨组织云州分布 杀烈焰石在此 谁敢造死 无愧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组织呀 杀烈焰石就来了 我说 杀烈焰石曾在A国的刺杀行动中 就能够给你三百人的不明兵团紧不干净 我这种紧急杀手令人 无疑是送死 我是星鸣集团星鸣组织长官方 星鸣集团与黑鸭组织多年关系甚好 这是误会啊 你个蝼蚁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手脸有力 星鸣集团接班人士乔一兰 是 什么 谁敢动他 和杀勿论 乔一兰 好 好 我懂了 是乔天青让黑鸭组织保这个婊子是吧 这不是你该问的 乔一兰 你别以为有黑鸭保你 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你不签字 星鸣集团吃走完蛋 你 还有你 下次再见面时 你得死 哼 要我的命 你 还不够格 咱们 走 走着瞧 走 乔一兰 你没事吧 乔一兰 我没事 可我的家人他们 乔小姐 您别担心 我刚刚从星鸣集团回来 你的家人都已经被黑鸭组织转移到安全屋了 官方不是说 他就是想骗您签字罢了 哦 原来如此 那我父亲 我也已经联系上了你的父亲 他正在海外调集人马 他说 十日之内 必定平息内乱 到时候 会来云州接你 太好了 小小姐 目前 请您放心留在云州 我们黑鸭组织 一定尽心尽力保护你 绝不会让你受一点伤害 这次 我还真该好好感谢你的老大 哦 对了 他住在哪 我想当面感谢他一下 呃 这 啊 啊 乔小姐 我们首领住在云州九号的别墅 你如果要感谢他 可以明天去 谢谢你 阿雷大人 哈哈 乔小姐不必客气 组织里还有些事 我先告辞了 李懿 我明天早上准备去拜见黑鸭的首领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啊 这不好吧 要不你先过去 我晚点过去 哎 等等 我单独跟其他男人见面 你放心吧 我难道还要吃自己的醋吗 他要是敢对你不敬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嗯 哈哈哈 小姐 你说黑鸭首领为什么突然选你当幸运集团的继承人 还处处维护你啊 嗯 我想 应该是我父亲拜托她的吧 哎 要是和小姐相亲的是黑鸭首领就好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哎 林义虽然身手不错 但放眼全球 没背景 没势力 她根本配不上您 倒是黑鸭首领这样的 嗯 行了 咱们到了 施雪 黑鸭组织是远高于星河集团的存在 待会儿说话一定要客气 注意分寸 知道吗 我知道了 小姐 首领大人 我是乔家的乔一兰 特来感谢大人救命之恩 哎 小姐 黑鸭首领是不是不在家呀 嗯 没道理啊 阿雷大人不是说他在的吗 哎 他的确不在家 不过啊 现在回来了 哎 林义 你不是说林氏有事不来了吗 想给你一个惊喜 而且 客人都到门口了 主人怎么能不来迎接呢 这 他怎么能打开这门 欢迎来到我家 小姐 这 这是你家 这不是 黑鸭首领的家吗 可我真的住这里 啊 哦 我明白了小姐 他应该是黑鸭大人的庸人 啊 庸人 哈哈 嗯 保镖 嗯 如果我说 我就是黑鸭首领呢 哼 你要是黑鸭首领 我就是耶稣 你 一兰 我特地为你准备了午餐 走吧 咱们先进去 嗯 可是首领大人并不在家 我们贸然进去 恐怕不太好 我已经说了 我就是 你开什么玩笑 这里是黑鸭首领的住所 你让我们小姐进去 只想害她不成 万一她怪罪起来 谁能承担得起 难道 我就这么不像黑鸭首领吗 哦 他们都说黑鸭组织 是让全国都温风丧胆的存在 嗯 是啊 我听说 就连当年叱咤风云的林氏家主林天风 都想与黑鸭组织的首领 小依兰 你好端端的提林依他父亲干什么 嗯 嗯 林依 反正今天也见不到黑鸭首领了 要不这样 我们先回去 下次再一起来跟首领大人道歉吧 哎呀 都快到饭点了 不如 我们先去吃饭吧 我知道父亲开了一家特别好吃的餐馆 一兰 我想起还有些事情没有办完 你们先去吃吧 我下次再好好陪你 哎 林 哎呀 小姐 都怪我 我刚刚提到他父亲 他心里一定很难受 不行 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爷爷 糟糕 你这丫头 还是这么茫茫壮壮的 说吧 爬了两个小时的山来吵爷爷 想问什么 爷爷 你能告诉我关于林毅的事情吗 一兰 嗨 你 三天了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没有生你的气 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到处都找不到你 然后去找了爷爷 他说 你可能会在这里 爷爷他 跟你说什么呢 唉 那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我现在想起来 也觉得残忍不已 师父 我们来晚了 看起来没有活口了 唉 什么声音 是个 孩子 唉 那夜 他躲在柜子里 亲眼目睹了至亲的死亡 他的痛苦 谁也没法感同身受 那天之后 我带着林毅回了寺里 也是几个月后 你的父亲找到我 我才知道 林毅竟然是林氏的少爷 他全家因为得罪了仇家 才惨遭灭闻 这些年来 他一直不愿说起那件事 但我知道 他始终放不下的 一来 爷爷让你嫁给林毅 是因为林毅这孩子 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他这一生得到的爱 唉 太少了 我明白了 爷爷 我会好好爱林毅的 林毅 从现在开始 我是这世界上 最爱你的人 我想要 了解 分担 心疼你的一切 好 爸爸 妈妈 好久不见 我带了一个人来看你们 爸爸 妈妈 好久不见 叔叔 阿姨好 我是乔一兰 是林毅的未婚妻 这里 后期埋着我父亲 亲 妹妹 和游吻泉族 是谁害死了你全家 是你们乔家 你说什么 二十年前 我爸爸林天风 是京都数一数二的人 人物 那时候的林家 如日中天 林氏集团 是京都的第一大企业 旗下经营着酒吧 餐饮 地产 等等行业 放眼整个京都 除了江氏集团 同行根本无人能够披靡 所以 我爸爸自信 经常和对手抢地盘 生意 直到一天 我爸爸的一个手下出事 江霸头这个狗东西 立刻着急所有打手 我要杀了他 我要杀了他 那天晚上 我爸杀了江霸头 还把他的头挂在酒吧门口示威 也是因为这件事 为我们全家召来了杀神之火 所以 你说的那个出事的大手 是 没错 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 小年轻 那晚 我躲在衣柜里 轻易看见江霸头的样子 江霸 杀了我的母亲 父亲 还有其他人 刚才 你爷爷赶到 和寺庙里的道人救了我 后来 爷爷用一具病死的小孩尸体 让他们误以为我也死了 对不起 林医 我爸他 虽然对方一直说 是你父亲勾引了江霸头的老婆 江霸头在一气之下 打断了他的腿 但我总觉得 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 这些人来 你父亲一直觉得愧对我 一直试图补偿我 但是都被我拒绝了 之所以让我跟你来相亲 也是为了弥补当年的过错 那只是一半的原因 因为 他知道 外界对你无视眈眈 只有我的身份 才能保护你 保护我 对了 林医 上次在酒会上 你怎么会身上那么好的 爷爷说 你十八岁时离开了寺庙 那之后 你去了哪 我去了一个地方 任何人也想不到的地方 十八岁时 我一直拥有海外 陪特种的女孩 老师 组织学习 这些年来 我一直无法忘记 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 我一定要找出 事情的真相 为我的家族报仇 我们一起 谢谢 一蓝 在刚刚落幕的 合适企业股东大会上 一个神秘男子 竟然拿出三亿支票 声称要投资合适 随后有知情人士认出 这个神秘男子 竟然是十五年前 曾称霸云州的 林氏集团总裁 林天风的儿子 林毅 十五年前 一群废物 主人心怒 主人饶命 你们这么多人 连个没权没势的小子 都杀不死 我养你们干什么吃的 主人 那个小子不仅身手好 而且他 还 还什么 他还拍上了 青人集团 敲天青的女儿 他现在是他们家的 上门女婿 还不止 主人 属下查到 林毅和黑鸭组织的 阿雷大人 交往密切 恐怕他与黑鸭也有些关系 又是黑鸭 又是星云集团 我这侄儿 还真是随了他父亲的 行风屑雨啊 传我命令 给我盯紧林毅 她的一举一动 都要随时向我禀报 是 主人 先生 小姐们 晚上好 欢迎光临皇家大饭店 您几位有预约吗 嗯 没有预约 给我们安排一个 安静点的包厢吧 好 目前312包厢空闲 您这边请 好 你没长眼睛吗 对不起先生 我这就为你擦干净 滚开 你算什么东西 我这可是意大利 顶级大师定制的 手工西装 别用你的脏手乱摸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一付多少钱 我赔给你 想赔 好啊 那未表歉意 你当中表演个落堂鸡吧 谁 谁敢坏本大爷的好事 哦 你说我是谁 灵异 怎么是你 潘月 识相点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没错 潘月欺负一个弱女人 你还要脸吗 哼 这不是废物灵异 和乔达小姐吗 二位也有资格 来这里吃饭 笑话 你这种败类都能出来 我为什么不能 你 装什么装 老子可是这里百万级别的会员 你个乡霸佬 你有吗 哼 区区一百万 也值得你吹嘘 看来你是真没见过世面 我呸 你说谁没见过世面呢 有本事 你也成为这里的会员啊 哼 林医 有本事 你也成为这里的会员啊 哼 不就是区区一个会员吗 时学 去办理会员 哼 刷卡 给我们小姐办一张 你们店里最高等级的会员卡 好 您稍等 抱歉女士 这张卡无法使用 啊 什么 怎么可能 哼哼 乔一兰 你们乔家财产都被冻结了 还以为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啊 保安在哪 我以我会员名义 把这三个二眼的东西给我扔出去 不好意思了 三位 如果你们没有会员卡 就请离开吧 哼 还跟我斗 滚吧 穷鬼 若欣 我们走 可别让他们耽误了我们的正事 好的 盘少 小姐 你看他们那得瑟的样子 气死我了 哼 时学 我就是一顿饭嘛 我们换个地方吃也一样 你说呢 灵依 换可以 但现在 没必要了 你们的会员 我办了 这 这是云州九号至尊龙卡 尊敬的贵宾 刚刚招待不周 请您谅解 啊 他的卡 很了不起吗 至尊龙卡 整个云州仅此一张 见到此卡 无论何时 都要以最高的规格 招待贵客 先生 我立刻把您的位置 换成我们这里最好的包厢 您先进去 稍后 我马上叫我们老板 来招待您 哇 林毅 你怎么会有至尊龙卡 一张黑卡而已 别人送的 我们走吧 今晚的消费 我买单 滚烧 那个林毅的实力 绝对不容小觑 还望你千万引起重视 林毅 他算什么东西 整个云州 能让我唯一畏惧的 吃你还要首领 剑 自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一点小事 关总 对象和若欣公司即将要上市 您看能不能 他没张嘴吗 让他自己说 关总 上次事情是个误会 若欣 快 赶紧给关总赔一道歉 关总 上次是我失礼了 还请您见谅 听说您有意在云州投资 我都胆请您为何事注资 注资 你想要多少 关总 不躲 三千万就够了 可以 能给云州第一枚女总裁投资 关某 乐意之趣 诶 关总 您干什么 干什么 上次你未婚夫林毅当众打了我的脸 收点利息 你很为难吗 这 盈盈 都是你得罪了官方 我恨你 怎么 何小姐是在抗拒我 你们 对我有意见是吗 官少 我们没 没意见 盘月 你这个畜生 你口口声声说带我来谈生意 你现在当我是什么 何小姐 我 我也无能为力呀 官少会对你负责的 诶 你 等等我 小美人 想去哪儿啊 陪我睡一晚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呀 先生 你放开我 臭婊子 你敢咬我 你们给我按住他 是 你们 你们别 别过来呀 救命啊 小姐 王家大饭店 果然名不虚传 饭菜太好吃了 小蝉猫 吃了林毅的饭 你以后可不准再说他了 知道了 小姐 也不知道 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 林毅 这声音 怎么有点像何若新 是啊 听起来 他好像是遇到危险了 林毅 要不咱们去看看 他有危险 关我什么事 林毅 你真小气 虽说你被何小姐退了婚 那好歹认识一场 难道你真的见死不救 怎么 我救与不救 要你管吗 你 哎呀 别这样 林毅 你打架的样子最帅了 就当给我个面子救救他吧 好 既然乔小姐于心不忍 那就救他一命好了 我从来 zł 是 所以 是 小姐 谢谢 谢谢 那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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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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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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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对了 主人 我们在河头村查到蒋三的消息了 河头村 别让他跑了 这次我要亲自动手 大人 当年的事我查到了新线索 哦 快给我看看 他叫蒋庆国 道上都叫他蒋三 当年他和乔天青 是同一批进入林师 成为您父亲手下的 他们两人数次共度生死 关系极好 可是乔天青被江八斗 打成重伤的那晚 他就消失了 直到前几天 我们到一个叫河头村的地方 找到了他的踪迹 神秘消失这么多年 他肯定知道不少内幕 立即备车 我去见他一面 是 中文字幕后 藏那未知 对 洪禅 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先回去吧 大人 好像来人了 呦 听力不错嘛 知道你爷爷我们来了 是你们 没错 主人有令 让你们俩不能活过十二天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掉 一起上 杀了他们 还真是大话连篇 看来你们想死 我的朋友都拦不住 可恶 一瞬间就被我杀了 你究竟是谁 这个问题 你问阎王爷吧 给我拦住他 垃圾 别着急跑 说说吧 你的主人是谁 你想知道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告诉你的 不好 收莲死了 快跑 大人 他服毒自杀了 接下来怎么办 放心 放心 那个人已经坐不住了 还会露出马脚的 没有 这些人 就在这些人 就在这些人 都不在这些人 那是什么 就在这些人 就在这些人 都不理解 还得起来 你 你 这些人 就在这些人 是被人 吃了 这些人 被人 他也都把我送人了 我怎么嫁给他 没什么事 我先挂了 雷小姐 好久不见啊 你 你是官方的保镖 你又干什么 干什么 官少想见你 跟我走一趟吧 你放开我 官少 何小姐来了 官少爷 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那个未婚夫林毅 折了我的手 又让我在皇家大饭店 丢了面子 还三番五次地阻挠我 接近乔宜兰 我不找你找谁 我问你 林毅他人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 腿轰轰 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没联系 上次在皇家大饭店 他会冲进来救你 今天你要是敢说不出 他的笑 我就让他们好好伺候你 谢谢官少 我会好好让你爽的 你 你别过来 我 我说 明天是他妹妹的寄遇 他 一定会去西郊的临时墓园 很好 明天我正好当着他列祖列宗的命 我还弄死他 何宗涵 怎么是他 喂 林毅 我是何叔叔 若幸昨晚失踪了 你能帮我们找一下吗 失踪了找我 何叔叔怕是找错人了吧 您应该去报警 林毅 该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 你人脉广大 何叔叔求求你了 好了 我知道了 大人 东西都准备好了 可以出发了 好 立刻出发 大人 怎么了 有什么遗漏吗 不 阿雷 有件事 需要你帮我去做 江先生 感谢您下来住阵 江先生 感谢您下来住阵 哼 往来 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我的下属 我组织旗下的杀手 都是经过强化的特种人类 当今能够一拳将追风中上的 恐怕没几个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是十年前 我国正伯和财团启动过了X人类计划 他们会挑选适合的人选 注射超人类血清 将此无人变为超能者 你是说汤臭能力 这也只是个传闻 并没有得到证实 好了 别废话了 你要我收拾的人在哪 就在里面 林天风 林毅居然是他的儿子 有什么问题吗 江先生 草他妈 这王八蛋居然躲在这儿 江先生 你和林家人也有仇吗 是血海深仇 追风 装些炸药来 炸了这个王八蛋的木 是血海深仇 追风 装些炸药来 炸了这个王八蛋的木 炸坟 江先生 这不至于吗 滚开 我怎么做事 需要你管 是 江先生 当年林天风的手下 和我师母乱搞 姓林的 待会了 未经许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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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先生,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黑鸭首领又能怎么样? 黑鸭首领又能怎么办? 黑鸭首领又能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鸭首领又能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鸭首领又能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鸭首领又能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十年前,我父亲与你的恩怨纠缠至今 先前,就带养父亲、母亲、妹妹、加三十六口人 让你血战血肠 少废话,今天我要叫你这小畜生 碎尸万段 无疑 死的人只不愧是你 出什么有点本事 你仅限于此 这群异能人在你面前不过如此 我可是超人类计划里仅存的几个异能人 不可能 你居然没事 如果你就这点本事 那你就去死吧 那只会是你这个小畜生 小畜生 我一起死吧 首领大人 小心 区区首雷 怎么可能伤到 每一任黑鸭首领 都是黑鸭组织里的最强者 而我呢 就是历届黑鸭首领里的最强 不 不可能 我 我是最强的少能者 没人能打败我 能死在我手上也是一种毒气 接下来该你们了 追风 你愣着 愣着干什么 快 快给我上啊 管风 我们的合作结束了 你 自求多福吧 是 什么 丁丁 对不起 别杀我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管了 下辈子再求饶吧 上辈子再求饶吧 一兰 今生 不论贫穷还是富贵 疾病 或是安康 你愿意 嫁给我吗 我 愿意 公论神秘 新姑娘 太棒了